子们可从来都不这么想 他们说 我们 只是从人们那儿退休了 对鞋子来说 总 要等到退休后 美好的生活才刚开始 就鞋子们被送到了垃圾站 垃圾站当 然不是个好地方 但鞋子们的新生活都是 从这儿开始的 一群老鼠 在破罗里捡到了一只裂开 的皮鞋 他们乐坏了 马上派了一大队人 马 把皮鞋拖到田野上 田野里有条棕狗 经常欺负老鼠 逼的 他们无路可退 老鼠们一直想找机会教训 棕狗 在老鼠们的努力下 皮鞋被改装成 装甲车 裂口被当作射击孔 看见棕狗来 了 英勇的老鼠军 立刻发射弓箭和火 炮弹 无数小树枝和沙子 一起射向它 不一会儿 棕狗就被老鼠军轰走了 蚂蚁们找到一只褪色的婴儿鞋 不惊 心花怒放 他们一直想要一只小船 能住的 下一个蚂蚁大家庭 让他们全家去远航 谢 在 远航可以开始了 当然 最受欢迎的 还是妈妈们的高 跟鞋 你猜猜看 田野里的小东西 用高跟 鞋做什么呢 他们用来建游乐场 做滑梯 他们把小木棍当梯子 搭在高高的鞋 跟上 小虫呀 蚂蚁呀 小田鼠呀 一个个 爬上梯极 然后就从鞋跟滑到鞋尖 多么好 玩啊 在蜗牛专用的鞋子游乐场里 从来没 有追追赶赶 你争我抢的现象 你只要看到 蜗牛背着一座小房子 一心一一爬啊爬 他 那认真的模样 就会哑然失笑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即使是看似废旧的物品 也有可能被重新利用 创造出新的价值和生命 对于人们来说 退休是一个正常的阶段 但对于其他物品来说 退休并不代表生命的结束 相反 它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只要我们用心去发掘 就会发现在废旧物品中 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可以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 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物品 不要轻易地把它们扔掉 如果我们能够善待和利用它们 它们可能会带给我们 更多的惊喜和快乐 同时 它也提醒我们 要对自然环境负责 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 让废旧物品得到合理的处理 和再利用 旧鞋子们为什么认为 自己的生活 在退休后才刚开始 旧鞋子们认为 它们的生活 在退休后才刚开始 可能是因为被丢弃后 它们有了新的命运和用途 可以被重新利用和发挥作用 有了一种新的生命和意义 为什么老鼠们把皮鞋改装成装甲车 老鼠们把皮鞋改装成装甲车 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 免受宗狗的欺负和威胁 通过改装 皮鞋可以成为老鼠们的避难所和防护措施 帮助它们应对外部威胁 为什么蚂蚁们想要一只小船 蚂蚁们想要一只小船 可能是因为它们希望 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远航 探索世界 体验不同的生活和环境 小船也可以成为它们的家园和避难所 在面对不可预测的情况时 提供保护 为什么小动物们喜欢用高跟鞋建游乐场 小动物们喜欢用高跟鞋建游乐场 可能是因为高跟鞋形状独特 可以提供不同的玩耍体验 比如滑梯等 高跟鞋的形状和尺寸 适合小动物们玩耍和生活 也能带给它们乐趣和创意 为什么蜗牛们在专用的鞋子游乐场里 没有争抢和追逐 蜗牛们在专用的鞋子游乐场里 没有争抢和追逐 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生活方式 比较缓慢和安静 更注重享受和感受 专用的鞋子游乐场 提供了适合蜗牛们生活 和玩耍的环境和设施 使得它们可以舒适自在地度过时光 不需要争抢和竞争 退休 由于年龄或工作年限等原因 离开工作岗位并领取退休金 垃圾站 厄阿拉 机衣机 至暗站 垃圾处理设施 收集和处理废弃物 裂口 厄叶 裂 可欧口 破裂或开裂的口子或缝隙 装甲车 织汪装 机压甲 车车 一种装有厚重装甲的军用车辆 主要用于防御和攻击 射击孔 射恶射 机衣机 可欧口 用于枪支和炮弹发射的小孔 应有 应 一勇有 勇敢 勇猛 有胆有识的表现 褪色 特未退 思恶色 失去颜色 逐渐变淡 大家庭 得阿大 鸡压家 特匀亭 家庭成员较多 人数较多的家庭 滑梯 可欧阿华 特一梯 儿童玩具 用于在高处滑下的斜面 认真 日按认 知温真 做事专注 不马虎 注重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